嗨,亲爱的朋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何超琼大婚两年后,陈百强服药身亡 你为我哭架,我为你服灵 人生若只如初见,君未决别,我为老 1991年,何超琼大婚 婚礼赤资两千万,轰动一时 名流权贵,明星名媛都赶来庆贺 大婚三日迎来送往 但功愁交错间,他脸上没有笑容 仿佛心事重重 陈百强也来了 他看着他,看他披白纱,竞兵客 看他穿上新架装,嫁为他人服 神色黯然 他嫁的人,同为豪门贵子,门当互对 两家联姻互相成就是无上的良缘 他知道,在富可敌国的豪门眼中 他财遣志书实在不配 婚礼之后,默默而返 此后很少有笑容 他身陷痛苦,未往昔,未世事,郁郁不平 后来患上忧郁症 1992年,陈百强给朋友电话 如果我死了,你会送什么花给我 还没有等到回答,又接着说 我死了,你送我一货车的白玫瑰 我爱白玫瑰 1992年5月,他吞下大量的安眠药 此后昏迷不醒 17个月之后,离开了人世 葬礼那天,何超琼来了 以人妻的身份,扶灵而行 他破天荒的举动,令港澳轰动 而懂得的人,却因此累奔 当年,你为我哭架 今日,我为你扶灵 再之后的很多年 他也离了婚 一生不曾再嫁 也无子无女 他带着她曾经送她的珍珠耳环 参加各种盛会 宛若仍在当年 当年,他还不是身家百亿 手段一流的女强人 他还在人间 当年,他只是一个名叫何超琼的女孩 他只是一个歌手 情投意合,出双入对 可惜,世事总无常 深情难长久 现实以不可为逆的力量 拆散了一对碧人 那时候,在港澳 无人不知陈北强 也无人不知何超琼 他从一出生就拥有颇天的富贵 赌王身家惊人 富可敌国 他虽是二太所生 但因出生自带极锐 好运连连 被赌王另眼相看 以为是天降福星 此后,他一生被严格要求 母亲要争宠 要夺利 要在四房太太中冒出头 但年老色衰 拼不了风情 挤不出魅测 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四女一子 出人头地 尤其是何超琼 作为天选之子 必须优秀 不能落于人后 赌王也以接班人的方式 去培养他 而他也不负众望 自小成绩优异 后远赴异国 在美国盛克莱大学 就读商学院 一切顺遂 毕业之后 本来按照计划 他应该进入家族集团 学习经商 但此时 他只向往文艺 1981年 他签约香港TVB 想用另一种方式 闯出一番名堂 也就在此时 他认识了陈百强 陈百强 1958年生于香港 家境不错 家族做钟表生意 也算是小有家底 他是数处 物质上没有受过苦 但精神上难免压抑 所以举止优雅得体 气质却敏感脆弱 在港瑜 他一直有服饰翩翩 家公子 王子的美名 加上才华出众 自然是红的发子 他成为了香港第一代的偶像歌手 有人说 如果你在八十年代的香港街头 大叫一声丹尼 一定会听到震耳欲聋的尖叫声 那时候 张国荣尚未成为神级人物 名气也都在陈百强之下 1985年 演唱会上 张国荣对陈百强说 我对陈百强非常不满 因为他创作的歌实在太好听了 我对他也非常失望 因为他永远都没有给我写过歌 拍电影永远都是 他是钟 我是奸 如果我们是女人的话 那就更惨了 他肯定是余力真 我就是李湘琴 他一品好 审美一流 哪怕是打麻将 穿衣服都赏心悦目的 令人过目不忘 梅艳芳会向他请教穿衣 张学友和他讨论创作 张国荣 谭永林 成为他的对手和朋友 但繁华是他人的 属于陈百强的 只有敏感和孤独 陈佳英是他的经纪人 陈百强离世之后 他回忆过去时说 他喜欢看月光 每到一个地方 却会一个人登台 去看半晚的月光 直到月光西斜 直到月露深重 也喜欢纯粹的白 衣服爱白 花爱白 形象也要洁白无瑕 出了车祸 第一反应 不是看有没有受伤 而是看演出服 有没有破损 这种纯粹令他美好 但也令他受苦 他曾经公开说 希望早日找到一个伴侣 在我身旁出现 但现实是 多年以来 陪伴在他身边的 只有一只宠物熊 有一回 他在酒吧 遇到了一个女孩 一见倾心 不敢表白 只是天天去酒吧 偷偷地看着他 而对方却一无所知 他悄悄买来了 一辆跑车 为车子取下 和女孩一样的名字 朋友们笑他 他真的太被动 太内向了 他唯一的一段 为人所熟知的感情 便是与何超穷 可惜也是落花流水 无法善终 最终天各一方 情深原浅 1981年 因为合作突破 二人相识 在那部剧里 他是男主角 周围美人如云 但合作下来 却只对何超穷 情有独钟 此后在公开场合 他们都以妈公仔 也就是连体鹰出现 你会在会场 见到他们相依倾向 他靠在他的肩上 毫不扭腻 他转头看他 眼神中尽是宠溺 言笑艳艳 欢愚不尽 他们一起见友人 一起赴宴 一起相依看演出 他曾写下一首歌 深爱着你 这是送给何超穷的 专属情歌 在歌曲的MV里 他第一次 也是人生中 唯一的一次出演 只为以歌肃情 大大小小的酒会 有陈百强 必有何超穷 反之也一样 他们多次被记者 拍到共同出行 陈百强生日那天 何超穷也来了 一席华服 朱翠环绕 惊艳全场 那一晚 他坐在女主人的位置 无人有意义 久过三旬 陈百强喝醉了 枕在何超穷的肩上 一个在笑 一个微醺 有人拍下了这一幕 但彼时 无人知道 这一幕将成为 世纪经典 也将成为 何超穷一生的疼 在年少的情谊里 日子是金粉扬扬的 岁月是漫长无尽头的 他们唱歌 出行赴宴 金童玉女 无人不羡 有一回 他们合体接受采访 陈百强满脸幸福甜蜜 这里 我想介绍一下 我的红颜知己 何超穷 他说话时 他一直看着她 脸上笑意浓郁 何超穷说 陈百强是个 名士里的大孩子 当一个女人 说一个男人是孩子 那是真的动了心 七八年里 两人不只有吸引 还有太多的付出 与懂得 有一次 陈百强丢了一只金表 价格昂贵 非常惋惜 何超穷懂得 这个表的珍贵 立马买了一只 一模一样地送过去 当何超穷 心情低落 陈百强便会 不厌其烦地打电话 直到他开心 他才安心 后来 每一届的颁奖典礼 何超穷都陪他出席 主持人调侃 每次陈百强得奖 第一个鼓掌的 都是何超穷 那些日子里 情感天真而灿烂 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从香港街头 走到婚礼红毯 走向宁和的余生 可是 1991年 何超穷结婚 新郎 不是陈百强 新郎 名叫许静亨 香港另一豪门之子 他们三人 本来也是朋友 陈百强与许静亨 甚至品位也相似 同样的皮夹克 同样的墨镜 牛仔裤 却不曾想 抢走心上人的人 就是身边人 可他毫无办法 他生来不是平凡之人 无法拥有平凡的婚恋 也无法拥有平凡的幸福 他必须成家业 入商海 将家族产业 做大做强 而联姻 是最好的路 也是激进于宿命的路 他懂得 他也懂得 他转过身 像年少时暗恋一样 将满心动荡 千般痛苦 都放在心口 不发一眼 不再提及他们的往心 1991年 轰动全港的婚礼举行 婚礼举办了三天三夜 赌王准备了十亿港员 作为嫁妆 送何超雄风光出嫁 豪车如流 繁花如云 那三天 她是全港最受瞩目的女子 但个人滋味 只有自己知 宴席间 有人欢声笑语 有人愁戏万千 婚礼上 陈百强和其他的宾客 一起前来 以朋友的身份 默默看着他迎来送往 向宾客敬酒 走向他的丈夫 你在婚礼上 使用红筷子 我在向阳坡 在下两行竹 我不知道 彼时的陈百强 是什么感受 只知道 回来以后 他推出专辑 只因爱你 在歌里 他唱 若要跟旁人相恋 便觉生无可恋 他要他的苍浪水 要他的乌山云 纵时只是徒劳一场 深情空腹 现实难度 他在旧事里沉沦 挨回鼓励 黯然销魂 他唱道 这个世界 只有一种相仇 是你不在身边的时候 也在 只因爱你 爱你里唱道 爱难避 记忆里 总有你 一年后 他激进于万念俱灰 开始准备告别 此后 一连举办了三场 告别演唱会 用歌曲和歌迷告别 也跟这个世界 悄悄道别 那时候 很多人都知道 他不快乐 1992年 有人在兰桂坊 看到他独自吃饭 郁郁寡欢 两三个月后 也就是1992年 5月18号 他用酒 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在医院昏迷了 17个月之后 离开人世 他离开时 有人说 一代翩翩跪公子 一生何求 终成伤 歌迷悲痛不已 有人哀伤难意 张国荣前去探望 出医院时 神色黯然 我好难过 他为什么要糟蹋自己呢 自己不爱自己 谁还能爱自己 我常常劝他要开心 可他就是想不开 可谁能想到 十年以后 劝陈柏强要开心的张国荣 自己也选择了一跃而下 告别着人间 当然 这是后话 人间行路难 痴情更辛苦 有几人能全身而退呢 又有几人 能万花丛中过 遍夜不沾身呢 陈柏强做不到 何超穷也没有 他向来坚韧强大 处处以大局为重 在商场翻云覆雨 巧用计谋 打下一片天地 多年斗智斗勇 早已令他沉稳 隐忍 胸有惊雷 却面不改色 但在1993年的秋天 他失态了 他不顾人妻身份 也不顾人妻 服救不及的说法 执意为陈柏强服灵 世人议论纷纷 他不管 赌王为此圣怒 他也不顾 他执意以这种方式 为逝去的情人 做最后的告别 再后来 他发现自己所嫁非人 许靳亨的风流 超乎他想象 他流连花丛 玩女明星 泡模特 赌王曾对此愤愤不平 他有一个这么有学识 这么漂亮的太太 都不满足 还要出去玩 而李嘉欣 以极其下作的方式 插足他们的婚宴 何超穷不想纠缠 也因此对许静恒绝望 签字离婚 不过几年 物是人非 婚姻破碎 旧人故去 放弃一腔深情 换来满目苍凉 值吗 他应该也有过 片刻的埋怨吧 只是沉稳如他 不会说出口 2021年 赌王离世 葬礼上 何超穷用影像的方式 回忆赌王这一生 其中有张照片 令人感怀不已 在这张照片里 陈百强与赌王同框 所有人都在笑 那时 陈百强没有离开 父亲还没老 气氛融洽 如同一家人 他终究没有忘记他 这是他一生的一难评 在时过境迁的余年末日里 他为了这个情一节 倔强地用这个方式 让逝去的父亲 与初恋情人 同聚一趟 旧情若不散 恋人不受阻 会不会 有另外的结局 再之后 他一生不再嫁人 无子无女 这在豪门是不治的 也是不妥的 他们需要传承 需要女性 嗨之散叶 让何家 知凡叶茂 但何超穷 依然倔强地 不婚不育 他一心经营信德集团 打造澳门塔 以283亿的身价 成功地登顶 香港女首富的宝座 后 接掌了何氏集团 赌王离世之后 他名下的股价 不降反升 由此可见他的才干 世人说 他是真正的女强人 也是真正的企业家 他这一生 冷静 威严 杀伐决断 像铜皮铁骨 无心无肝 只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 透露出 不经意的伤感 今年年初 他在一个视频里露面 素面朝天 短发清爽 但耳朵上 却戴着两粒珍珠耳环 这对耳环 是陈柏强在他十九岁时 送给他的 他从未丢弃 悉心珍藏 而他珍藏的 又何止是两粒珍珠啊 还有那十九岁那年的时光 以及时光里的那个人 岁月一晃而过 故事中的人 要么离去 要么已经老了 但香港风云里 无论如何激荡变换 一定有一笔 写下了他们的遗憾 与错过 也一定有人 在听到他的歌曲时 看见一场 故去的深情 人生若只如初见 均未决别 我未老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